大家好,我是顾艳修产 这个视频呢,咱们终点点评向海联金会 神州信息,英诗盛 神市电子,中科软,金正股份 产品分析,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我们来看海联金会 那么不知不觉,这一支歌舞呢,又创了新高 那么,对于这一支歌舞来讲 首先,咱们前面从2021年11月26日 收败的数据讲到 当时对应了像海联金会 包括了像翠微股份 包括了像预银股份 当时呢,对应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有业绩之声的位置又比较低 可以用反复的视角去跟 如果说没有业绩,业绩亏损呢 那么只能用超短的维度 就是见好就收,见不好就跑 那么用单元不破的维度 那么像预银股份的话呢 那么前面也走了一步比较强劲的反弹上涨 当前的话呢,他前面又给出这样的一个连续5天 连续呢,6天5个低停板的占领下跌 其实呢,根源在什么地方呢 就属于他的经营或者他的意义层面 是有bug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海联金会 那么翠微股份的话呢 当前已经在天上飘着了 咱们反复去讲到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没有再去买的意义和价值 以能是找卖点为主 那么像海联金会 昨天涨停,今天冲高 冲高的话呢,不能保持连板 实际上就是短线的卖点 这个卖点的方法是用什么视角呢 用偏离五军的维度 偏离五军不可追 偏离五军找卖点 那么找卖点之后 后面如果说调整 还有没有新的买点 还能不能去跟 这用什么视角呢 第一 当前他的定性 这个位置的话呢 出现墙底分过之后 当前他是属于 走的是 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 重速延伸 30分钟重速延伸的话呢 那么当前可以把它作为 30分钟向上离开断的一个走法 那么这个离开断 当前是属于离开断内部 有没有反弹结束呢 这个位置还沿着上找 但是呢 观察的一个级点 先观察 这个30分钟向上离开断的内部 例如说用五分钟的级别来去跟 这是一个视角 如果说这个位置 给出五分钟的线段下 构建一个五分钟书 再走向上离开断 如果说他们有被迟 那么找卖点 没有被迟呢 观察现在三百 如果这个位置呢 向下来给出 五分钟的走速类型下 反向运动 那么呢它依然是作为 30分钟中枢 观察是30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还是属于中枢增浪 中枢延伸 所以说呢 这一次个股 首先我们用五分钟的维度来去观察 前面呢 从7块3到9块5毛2 是五分钟的线段上 那么当前的话呢 这次属于像今天 是属于涨停之后再冲高 最高的话也是涨停 没有封住 那么偏着五军找卖点 那么回落下来 如果说五分钟线段下回落 回落下来的话呢 连高低点半分位都不都不破 它实际上是可以当中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去跟 也就是说呢 回落下来 依然存在低息的机位积累 但是需要防范的一个积累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它实际上是一个 日线是一个一分钟的小的平台 一分钟中枢 如果说的后面快速的 向下以低开的方式 或者是快速的跌破 反头站不上来 那么不能着急去低息 而是等待第二一个 一分钟的中枢 或者等待一个五分钟的 线段下跌 一分钟的趋势下跌 然后呢再观察 前低不破 然后的话呢 半分位附近能够止得住 才能够作为它的 短线的低息的节点去跟 好 那么这个位置 如果说组建一个五分钟枢之后 再走上去离开段 那么呢 背驰找卖点 当前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当成五分 当成三十分钟的趋势上涨 从五块零四的位置 三十分钟中枢延伸 三十分钟中枢延伸 这就先到离开段 三十分趋势上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内部 对应的 便宜五分钟的级别 走着类型去跟 好 这是海联金会 那么同样呢 再结合它大的一个 传统视角下 均线的维度来讲 当前是属于 在140例均线上方 而且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一个 上涨的结构 就是大的这样的一个 震荡上的一个结构 当前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是找卖点 如果说呢 震荡回落 如果说回落的 比较浅 但是呢 结构比较饱满 那么回落下来 它可能还会存在 低息高跑的几点 这是五分钟级别的机会 如果说呢 后面给出这样的一个阴线 而且呢 直接 是反包式的阴线 甚至的破误军 那么呢 等它靠近下沿 前面在这位置讲到呢 8块钱的位置撑不住 那么呢 在七元附近 也是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的一带 是一个新的观察点 或者新的机会点 那么当前 又靠近这样的一个 鞋箱上的平台上沿 实际上是要 以找卖点为主 好 这是海连金会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神州信息 神州信息的话呢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一个 跟中 基点 对应的 首先大的一个方向 它是属于周线的盘整下跌 周线的这样的一个盘整被迟 好 如果用日线的一个维度 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 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日线级别中枢延伸 升级为周线级别中枢 这个位置强 它完全可以走一个 周线的现场的一段 日线带有中枢的 组织类型上 这是一个大的 这种推演方式 另外一种推演方式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还要观察 例如说咱们前面讲的多次 就属于结合 多一性的一个视角 例如说从62块2毛7 这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下 日线的盘整上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向下 或前面低点 那么给一个日线的盘整下跌 那么盘整下跌 它和它有被迟 这个位置呢 和前面这个位置有被迟 那么对应的还是属于机会点 所以说呢 当前对待这个 它是更值得 用反复的一个视角去跟踪 同时的话呢 它的业绩层面来讲 是用稳定两个字来进行看待 然而是用更小级别 把握当下的一个节奏 前面呢 这个位置是当成一个 30分钟级别 三点卖点去对应的 就是前面呢 它是有一个5分钟中枢 不断的延伸 升级为30分钟枢的一个视角 去跟 那么当前的话呢 那么从 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那么这一只个股 它的一个回落 一 如果说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接触 前面高点在什么位置呢 在14块7毛5 如果说呢 回落 5分钟线段下回落 14块7毛5都不接触 它实际上对应的是 5分钟大线段上的三类买点 如果接触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当成5分钟中枢组件 然后再观察 相当离开段是否有位置 所以说呢 对应的 这个位置 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节点 5分钟线段上 5分钟线段下 5分钟线段上 5分钟线段下 如果说连这个位置都不接触 那么它对应的 还是5分钟级别300 反弹 再比较 这个位置反弹 和前面这个节点反弹 如果说比较有被迟 那么呢 对应的 依然找卖点 也是前高分界承压 好 如果这位置接触了 那么它完全可以当成一个5分钟中枢组件 然后再观察相当离开段 但是呢 如果说有被迟和前面 前高不突破 一样是找卖点 但是如果再给一个5分钟的反弹运动 那么对应的 它可以当成 有5分钟 5分钟组织类型组件的30分钟级别中枢 不破前低 内部又会存在新的机会点 也就是说呢 这类个物的跟踪节点的话呢 它会存 后面呢 用残论的结构 用5分钟组织类型去跟 它会存在多次的买卖点转化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说呢 值得用反复的一个视角去跟 但是像上 如果说这个位置 回落再往上 靠近前高了 那么就不能去追 如此而已 好 这是省州信息 如果是均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下方 34天均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节点 上方的话呢 前高是一个观察的压力的节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银石胜 那么银石胜这一支哥股的话呢 从开线表达来讲 那么昨天 带有明显上引线的小阳星 今天呢是 小阴 十字星 下引线偏长 那么它可以内缩柔 它属于即将变盘的一个节奏 即将变盘的节奏呢 那么对于这一支哥股来讲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态度是属于 六年的大平台 在13块5一带 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节点 如果说震荡当中始终不破13块5 还可以视为机会大于风险 还可以继续跟 甚至可以期待趋势性行情 如果说呢 向下又再一次破了13块5的位置 那么对应了这个节点 它就会购出大震荡的方式 那么下方可能要考验140年均线了 所以说呢 可以把13块5当成一个分界点 这个位置呢 阴阳出现这样的一个连续十字星 即将变盘 如果说对应了向上 那么观察能否出现这种强覆盖 如果不能出现强覆盖的话呢 那么前高这个位置向上不能去追 如果说回落 那么先看13块5 13块5的位置呢 只要撑得住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还可以用传统视角下 二次突破 这个位置呢 突破回踩失败 确认失败 再次突破 如果说回踩13块5都不破 对应的话呢 它还是属于当成平台突破之后的 回踩确认的机会点来去对应 好 如果说用禅论结构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的定性 同样用30分钟的视角来去看待 前面呢 是一个30分钟数不断延伸 这个位置回落 它只要说不破 30分钟数的上沿的一个节点 12块5毛8 就是回落下来之后 它可以用30级别30买点的视角来去跟 来去观察 好 这是银石胜 所以说呢 这类个股 非常适合用低吸高抛的维度去跟 而不是 连续上涨过之后 一追 就容易尴尬 如果说调整下来 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只要说到了相应的支撑节点 然后量能不缩 量能不缩 调整下来呢 找低吸的节点 背后呢 又有一定的一级支撑 好 这是 银石胜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神石链子 好 神石链子的话呢 咱们昨天对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昨天对它的态度是 用单阳不货的角度去跟 那么像今天的话呢 它也低开 瞎探 一个是 靠近武军也靠近 昨天 涨定了百分位 一种呢 把缺口的位置也算了 其实它正好调整到 百分位的节点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用单阳不货的视角 是一个低吸的节点 那么接下来呢 相似上就是降好有瘦 强高有成压 那么如果说从高之后 或者是见好就收 后面如果再一次回落 考验呢 也是前面低点 也是在三能四天均线的一个节点 作为一个观察视角 如果说到S向上 找卖点回落下来 三能四天均线的位置支撑有效 然后呢 量能不追向快速的缩减 那么呢 调整下来之后 它还会存在新的 这种低吸高抛的一个节点去跟 但是向上的话呢 不能不能盲目的去追 好 那么我们再看像中科软 中科软的话呢 那么这一次个股的一个表达 之前也跟踪过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我们来看从 七十六块九毛九的位置 对应的 它可以把它当成上方有一个中枢 下方有 就是对应的一个节点 它的属于 从七十六 跌到 三十块钱下方 股价腰斩 当前这个节点的话呢 它是可以当成 一传统视角下 可以当成收敛三角的突破 有回彩圈 这是一个节点 用残论视角下的话呢 对应了阶段性的低点以来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日线 中枢 当前呢 在七代走向上离开段 好 然后我们再看更小级别 更小级别的一个观察节点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的反弹走的 也是一个五分钟 线段上 线段下 线段上 这个位置回落 如果说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接触 二十九块五毛八 它可以作为五分钟级别的 大线段上三类买点去对应 如果接触的话呢 那么可以作为五分钟中枢 逐渐 然后呢 再走向上离开段的一个视角 来去跟 好 用三十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进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是可以把它当成 从二十三块六毛七的位置 作为一个观察视角 作为一个观察点来去看 这是一个中枢的延伸 三重级别三点买点 好 下上下 可以当成第二个三重中枢 这位向上观察的是能不能 突破前面高点 如果说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对应了 那么它将打破他们之间的倍次关系 而且呢 这个中枢它是可以当成中枢扩张去用的 高地有限接触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回落再不破前面这个位置 它就可以作为新的 三十分钟级别三点买点去跟了 那么这类个股的跟踪基点呢 用结合五分钟和三十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讲 回落 不破前面 五分钟线段上前面的高点 当成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去跟 反弹 如果说前面高点不能突破 三十二块五分钟五不能突破 找卖点 能够突破了 依然找卖点 但是回落下来 不破什么位置呢 不破 三十块零六 不破三十元的位置 又是新的买点 好 这是综合软的这样的一个买卖点的一个转化 多级别运用 然后再看金正股份 金正股份的话呢 咱们昨天也有所点评 点评的接点呢 是把它作为什么呢 作为一 作为单阳不破的视角 那么像这类个股 涨停板第二天高开 或者是冲高 一定不能去追 宁愿踏空 但是呢 如果说回落 像今天高开低走 涨停板半分为附近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后面如果说继续增大 或者是回落 那么呢 贴的五军 贴的这个涨停板半分为的接点 是可以当成短线的买点去对应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大的一个产品结构 从30分钟到5分钟视角来去观察 用30分钟视角的话呢 那么前面它是一个 30分钟中枢延伸 或者中枢扩张的一个视角来去 跟这个位置回落的话呢 它只要不破 前面的30分钟中枢上延 例如从12块07的位置 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推演的话呢 用多一性划分 用两种视角 哪两种视角呢 第一 这个位置呢 当成一个中枢的延伸来去处理 好 我们来 在这个位置 中枢延伸 123456789 已经可以九段升级 升级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回落 如果说呢 5分钟现在的回落 前面这个高点不破 5分钟的三点买点就跟 然后一旦有机会给新高 如果说呢 后面不能给新高 给出一个5分钟的走势类型下 三分钟先章下 回落 不破 前面这样的中枢的上沿 它对应的是日线的次330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好 同时呢 也可以用什么视角去跟了 例如说 也可以把前面这个位置当成一个 30中枢 后面呢 这是第二一个30中枢 然后中枢扩张 其实 不影响它的买卖点的一个节奏 好 这是金正股份 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13块055 先端上 先端下 先端上 无被迟回落 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接触 13 14块 14块8毛9的位置 它还属于5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所以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就是可以把它当成 传统意义上讲 突破与回彩 回彩 找买点 残轮四角下的话呢 那么只是看到回彩的方式 是把 先把握5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后面的话呢 再观察30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如此而已 好 那么呢 再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那么对于整个 收入货币方向也好 或者对于整个数字经济方向也好 近期的资金 认同度还是比较高 但是呢 昨天经过高潮过之后 当前出现这种分化 分化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了那么不同的个股 它的买卖点节奏是不一样的 整体来讲核心 一定是以低息高抛的方式 这个低息的话呢 调整 要看调整 触发的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买点 如果是触发5分钟级别的买点 只是小仓位 触发30分钟级别的买点的话呢 仓位可以比5分钟级别略高 但是呢 如果反弹 那么它是不是触发背词卖点 而不是说涨了 去追 一追的话呢 又套住了 跌的话呢 又不知道怎么办 并不是说跌了一个点 两个点就要去低息 而是呢 如果这种单阳不破的视角 涨前面半分位 贴5均 如果是用残忍结构的角度来讲 那么5分钟线段下 走出来 或是呢 5分钟走出类型下 走出来 看它触发 5分钟级别的买点 还是触发30分钟级别的买点 好 这是 从技术层面来进行分析和交流 请供参考 不作为每一句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感谢观看